第203集 竟然就那么将这团魂力扫飞了 而霍玉浩前进的速度丝毫为减 极致之兵 不只能够动人 魂力也同样可以冻结啊 正如兵帝所说 一切在于控制 叶无情的动作也同样不骂 光芒涌动 魂环已经开始从到脚下升起了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霍玉浩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切 似乎都按了下来 紧接着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直接陷入了沉睡之中 而在观众一代的区域的双方人员看来 霍玉浩的身体 突然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一道手臂粗细的微绿光柱 从那胸口处 瞬间喷射而出 而在这闭光喷涂的一瞬间 哪怕是隔着衣服 每个人也都清晰地看到 画过脊椎骨 胸骨 肋骨在内 或以后全部的骨骼 都散发出了强烈的臂粒色 下一瞬 这道闭光就落在了 刚刚释放出武魂的叶无情身上 闭光一闪而没 那可是五十八级的魂王啊 可此时此刻 叶无情脸上 剩余的只有震惊之色 然后 霍玉浩前铺的身体 就撞击在了他身上 叶无情没有任何反抗 整个身体硬得向后倒去 就像先前样儿一样 咣当一下 直接摔下了比赛台 而霍玉浩也直接扑倒 但他又叶无情了一打 扑倒的地方 依旧还在台上 四十万年兵壁帝皇蝎驱干股 第二魂技 兵皇之怒 霍玉浩从未使用过的技能 因为这个魂技 至少要他达到魂王以上 才有动用的可能 也是兵壁帝皇蝎赋予他的 包括魂环技 在内的四个技能中 攻击力最强的一个 兵帝调用了霍玉浩 全部残余的魂力 用自己的本源 护住他的身体 这才释放出了 微弱版的兵皇之怒 如果换了当初 最强状态的兵帝 哪怕是封号斗罗 在面对这一击的时候 也要瞬间被兵封 没有兵帝解封 就只能永远被兵掉 而现在 也只能勉强对付一个魂力 残存极少 又被黄金之路 限制了五魂 尚未完全恢复的业务情了 兵帝在意识回归霍玉浩本体之前 心中是充满的憋屈的 他已经想好了 回去之后 好好鞭策霍玉浩 赶快提升实力 可惜这一刻 霍玉浩已经竭尽权力昏迷过去 不然他一定会叫去的 毕竟他还不到十三岁啊 霍玉浩的努力 没有让贝贝的付出白费 叶无情这个正天学院的最强者 终于被打下了比赛台 从人数上来说 此时比赛台上 史莱克学院还剩余三人 而对手就只剩下了上官残一个 可是史莱克学院真的能赢吗 广东在霍玉浩昏迷的那一瞬 已经冲了出去 而上官残也在同一时间 停止了奶瓶对自己魂力的恢复 嘴角上流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 看着王东 他已经是一副胜利在望的模样 先前霍玉浩出空了魂力而去的时候 王东甚至连古魂都收回了 此时看上去 他就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 又怎会令上官残当作威胁呢 最终 还是要我来终结这场比赛 上官残 环步走向王东 手中的射魂灵已经抬得起来 而王东 原本快速跑向霍玉浩的步伐也随之停顿 看着身后 早已婚礼 胸口处甚至还在流淌的鲜血的被围 再躺在前面 同样昏迷 嘴唇去眉的情景呢 情绪似乎依旧处于进风之中的霍玉浩 王东的眼神顿时变得灵灵就来 我建议 你先整他们两个台下去 然后整自己下去 你不过两皇而已 我是色谋不足 你根本没一点机会 上官残 微笑地看着王东说道 虽然 我是零猪 也一样是文中的 先不说 我有比你强大的多的皇女 但是我手中的射昏灵 难道是你所能抵抗的吗 快呀 小朋友 我可不想和你再多浪费时间 一边说着 上官慈含的心情 已经是越来越兴奋了 他只觉得 自己心脏跳动的速度 不断提升着 见证历史的一刻 将以他 最终胜利而告终 他的名字 注定将要载入 圣天学院的实册 以后 在他的头衔之中 就要加上一个 第一位 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 几回史莱克学院的人 无论这只史莱克学院的组成如何 他们毕竟 代表的都是史莱克的脸面 赢了 赢了 没想到 最后竟然是我赢了的比赛 上官残 已经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脸上他随之流露出了一丝微笑 贝贝师兄曾经说过 不要以为你赢了 一边说着 王东大踏步的朝着上官残走去 在这个时候 上官残原本是可以发动自己的第四魂迹 控制王东精神的 可他却一点都不着急 正是因为史莱克学院队员们 在先前表现出的那份坚强 他反而更愿意 将这份坚强与执着粉碎 没用的 你还不明白吗 小家伙 你现在恐怕魂力亏空的 连武魂都释放不出来了吧 凭什么和我斗 赶快认输吧 我就不伤害你了 上官残一脸微笑的向王东说道 他最想看到的就是史莱克学院的人 在自己面前屈服的样子 王东脚下步伐加快 冷声道 你真的确定 我的武魂无法释放了吗 双方的距离 已经接近到了四十米范围之内 上官残微微一愣 你还能释放武魂 那又如何 恐怕也只是将武魂释放出来吧 我能感觉得到 你体内魂力的微弱 别逞能了 从你的武魂来看 你所擅长的战斗方式 乃是能量输出 也是我们魂石之中 魂力消耗较大的一种 难道 你现在还能释放出魂迹不成 在我面前 总算是没用的 王东深吸口气 眼中含义更胜几分 谁告诉你 没有魂迹 就不能击败你的 一边说着 在针上光芒一闪 似乎有一层黑光闪过 但却连一个魂环都没有出现 但是 在他的右手之中 却多了一柄锤子 一柄样是古朴 看上去甚至没有什么纹路的漆黑锤子 整柄锤子都在一团黑色光芒包袱之中 但是 他则只是一出现 一股无比凝厚的感觉油然而生 上官曾亥然道 你们史莱特果然个个都是怪胎 不过你没机会的 他再不敢犹豫 一边说着手中的射魂灵已经用力的摇动起来 第四魂迹 精神控制再次施展 一圈圈光运直奔王冬当头靠来 一色嘲弄出现在王冬嘴角处 他依旧在前冲 也更有那精神控制的光环笼罩在自己身上 就在下一瞬 王冬没清楚突然亮了起来 一团金光以惊人的速度爆开 方圆数十米范围内顿是一片药物 上官残 残叫一声 口中心血狂喷 他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要炸开了似的 手中射魂灵更是阴声炸碎 王冬手中的锤子也就在这个时候跑飞而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而强悍的弧线 质问上官残当凶杂居 一道身影实实地出现在上官残身前 今后的身躯挡住了那并锤子的笔经之路 通过一声门下 那道身影居然也向过凝碎了两步才站的 深声道 好强的力量 黑光手边 没有人看清楚那隐约已经要从黑锅中显现出本体的锤子 它就已经消失了 王冬的身体晃动了一下 但他却依旧强行站稳了 那位上官残挡住了攻击的 可不就是那位官省裁判吗 他的出现也终于以为着这场比赛的终结 赢了 真的赢了 王冬顾等靠待地看着比赛台上 正在蹒跚走向火靠的网终 一时间那激动的嘴唇颤抖 再也受不住一个人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他们这一支由四名魂尊 一名魂尊加两名大魂师组成的队 竟然能够战胜 由三名魂王与四名魂中组成的强大战队 是的 哪怕是他们时代客自己都觉得不安了 何彩头也进来了 在他输掉比赛的那一刻 他原本已经以为完了 对方还有修为高达五十八战的魂王会所出场 可是奇迹再一次上演 尽管时代客学院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是属于时代客学院的那份荣耀 并没有从他们手中丢药 他们也不难 时代客学院也不难 整场比赛 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从第一场比赛开始 徐三十就受到了重创 尽管他最后有些装的身份 但贝贝说他升级本源绝不是乱讲的 第二场 何彩路脱里 萧萧更是身受重创 连虎魂都被对手击碎了 如果不是他本身 乃是松生虎魂 就是这一次的重创 足一定能彻底退出本剑拿刺 而第三场 最终的结局 也丝毫不比前两场差 贝贝众传昏迷 过于好截力当地 最终的胜利 竟然是已经几乎耗尽了 魂力的王冬带来的 在这三场比赛中 可以说 史莱克奇怪的每一个人 都急进所谓 经自己全部压箱底的东西 都掏了出来 他们因此一坚强的意志 在整体实力 远蓄于对手的情统下 最终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胜利是艰难的 但对于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对于史莱克奇怪来说 决定是荣耀 我与伦比的荣耀 黄言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 在这一刻 他已是泪流满面 他的思维甚至已经无法去思考 为什么王冬也会有第二五魂出现 霍远昊最后课题制胜的能力 又究竟是什么 他现在脑海中只有两个字 胜利 他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史莱克赢了 至少有几千年时间 史莱克学院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没有赢得的如此困难了 这场比赛固然艰难 但在王冬心中 却要比史莱克学院正选队员全部健赞 并且轻易获得胜利更有意义 他看到的是七颗新星正在燃燃生气 不久的将来 他们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地支撑起史莱克学院的脊梁 远处 皇城成躲之后 新罗帝国皇帝陛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摘下了头上的冠冕 看着那宽阔的比赛台 他自言自语得道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 能让你们如此勇敢 如此执着的史莱克学院 果然不愧是大陆第一学院 哪怕是日月帝国崛起如此迅速 在学院方面 至少数百年来 他们也终究无法与史莱克学院相比 史莱克精神 令人尊敬 一人说着 他再次深深地注射了演比赛台 这才转身而去 有了这场比赛的精彩 剩余的比赛恐怕再也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了 休息去 马如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起身来 自言自语得道 这样的史莱克学院 无论最终胜败如何 他们都只能尊敬 是的 不只是他站起来了 所有日月皇家混沌社学院的队员们 以及其他各支战队的队员 全都提升 向着比赛台 刚刚勉强把霍玉浩搭在肩膀上扛下来 正在走向贝贝的王东 行住目里 王东走得很艰难 一阵的虚弱的感觉 令他渐渐无法自知 最终的攻击 令他自身也接近 透支的在他怀里 揣着霍玉浩 牵牵给他的四斤奶瓶这一刻 他的身体虽然虚弱 但脑海中 却充满了释然的感觉 一个困扰了他许久的问题 终于解开了 因为就在刚才 他就是因为吸收了四斤奶瓶残层的魂力 才能够可敌之声 终于击溃了闪棍残了 否则的话 他确实是连释放武魂的魂力都没有了 终于 他来到了贝贝身边 蹲下身体 拉起贝贝的一头手臂 同样搭在自己的肩头上 霍玉浩和贝贝的体重 在这一刻 对特律说 甚那么沉重 但王冬却咬紧牙关 猛然大吁声 气 他的声音有些傻哑 又有些奸气 似乎已经完全不是 平日的正常的声音 可是 他那因为搭上两人 很弯下的腰枝 却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准致 裁盘呆呆地看着他 甚至忘记了去救治身后 到底昏迷的上棺材 也忘记了宣布 史莱克学院的胜利 尽管王冬三人 现在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 但是 在这位浑圣迪裁判眼中 他们都是那么的高大 终于 王冬的腰杆完全停止了 他用无以伦比的骄傲 目光 看向台下远方家劝无声的观众